尊敬的大德法师各位同餐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是2024年的大年初一 敬雅在此为各位联友送上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愿各位联友新年快乐 智慧无量 走过旧岁迎来新春 愿大家求福报得福报 求健康得健康 求解脱得解脱 世出世间圆满吉祥 生生佛号传福报 句句咒语答情意 朵朵莲花落莲台 首首犯败除烦恼 斩斩新灯照暗夜 愿您福慧双增 身体安康六时吉祥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智慧无量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给大家分享 念佛到底有哪些好处 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念佛 一定会改变你的命运 那念佛到底有怎样的不可思议呢 念佛能超度祖先 念佛能超度冤亲 念佛能超度英灵 能劝离不当胎儿 念佛能增福增惠 念佛能消灾严寿 念佛能逢凶化吉 念佛能平安吉祥 念佛能解冤事结 念佛能化解恶境 念佛能贵人相助 念佛能求子得子 念佛能辅助医药 念佛能早日康复 念佛能改变面貌 念佛能改变命运 念佛佛来注定 念佛身限佛容 念佛顶限圆光 念佛身放佛光 念佛与佛同在 念佛菩萨相随 念佛佛来保佑 念佛佛来加持 念佛天人恭敬 念佛鬼神敬畏 念佛能得善终 念佛能得圆满 念佛能生极乐 念佛能够成佛 念佛心性调柔 念佛能心平气和 念佛能神情愉悦 念佛能精神饱满 念佛能心智清明 念佛能福寿康宁 念佛能淡化烦恼 念佛能消解忧愁 念佛能平息怒气 念佛能镇定情绪 念佛能镇静思绪 念佛能镇心安宁 念佛能帮助灵感 念佛能帮助集中 念佛能减少欲望 念佛能疏解压力 念佛能化解恐惧 念佛能抚慰伤痛 念佛能带来温暖 念佛能净化人心 念佛能帮助睡眠 念佛能不做噩梦 念佛能静大笑 念佛能人缘好 念佛能安家宅 念佛能益之才 念佛能取功名 念佛能谋职业 念佛能得健康 念佛能得长寿 念佛有这么多的好处 还等什么呢 从今天开始都能精进的念佛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平平安安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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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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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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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